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大人 台股在连续走高创高 应该说创了反弹的新高之后 那今天中场过后一度的有涨112点 那很快的打到翻黑跌了105点 这上下就差了200多点 不过其实大家要习惯 就是说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7000点 现在是17000 所以以前涨跌百点较多 现在两三百点其实蛮常见的 所以有时候由黑翻红差300 由红翻黑也差2300 这倒是就蛮常态的 大家就是要去习惯这样的波动幅度 那盘中一度翻黑 尾盘还是拉上来 中长收一个小涨2点 收到17165点 那今天就电子股 我前两天还蛮不错的 今天就稍微整理 然后钢铁股表现得蛮好的 然后航运股 长龙跟阳明 长龙跟阳明 阳明翻黑了 长龙也创了新高 那蛮多股票涨金版 所以就是传产跟电子股 轮流演出 这对行情我想就是最正面的 那我今天在盘中文章我就说 台币的部分非常强势 早盘一度的又大声 到目前录影时间大概不到2点 1点50分 然后被拉回平门附近 但不可否认的就是说 这波台币 它的走势是升得超强 一路升直到昨天 来到27.5的波段的新高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钱一直跑到台湾来 所以台股根本不缺动能 我结论很简单 就是钱一直进来 台股不缺动能 所以今天的成效量 又回到5000多嘛 5369 最近都可以稳定的 都有看到5100 所以这波反弹 几乎也是V转 也顺利的把疫情的这两根 超级大黑黑 尤其是有一天跌了1400点 完全收复了 也就是说 后面台股 应该疫情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虽然说今天听说确认人数可能又会增加 那我们录影时间还没到2点 那早上就有听说了 但是对于市场的影响就不大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六月份要过这个17709 这几率是高的 几率是高的 所以六月份非常重要的赚钱的时机 尤其是我在强调 尤其是 电子股的相对位阶 从四月初见高 四月被传产吸金先跌了一段 五月初疫情爆发再跌一段之后 经过两个月的休息整理在低档打底 他们都在右下角 在这边买你没有太多的风险 但未来一个月两个月 你要赚个三五成的机会非常的大 那如果在一季的时间 你可以抓到三档三成股票 其实你就可以翻一倍 那我想郑老师的选股的功力 大家有目共睹 因为我坚持买的都是金平股 我们买的都是数字最棒的股票 只要到了顺势的那种行情 你会发现我挑了金平股 每一档都超级强势 要赚一个波段三成 那个实在是并不是难事 而且常常是一两个礼拜不到就三成 三个月时间可以抓几档三成 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问题 所以未来这三个月六七八月 我认为你电子股这边做得好 你的本金你的操作的资本 你翻个一两倍那机会是有的 所以这边六月份要好好把握 在打底的过程就要好好把握 金平科今天表现很精彩 从五二一礼拜五拉出第一根涨停买二二一 然后两根二四三 连续第三根二六七 连续第四根二九三点五 然后虽然没有涨停 也是创高吗 二九八三百三一二 然后昨天三百二十五块半 找盘再状新高三二六 三二六 那因为从一六二涨到三二六 整整涨了超过一倍 那昨天也公布了营收 所以短线能力多出进 获利回吐 所以股价就一度达到跌停板 但其实达到跌停板的过程 没有太多量 官媒多久 蹦蹦拉上去尾盘收涨310块 跟二八九到三百一的收盘价 就差了21块 所以第一档趁着跌停板下去买的 今天收盘全部又大赚 所以涨了一倍 中场值跌3%多 这种修正幅度都非常的小 尤其是 其实本来第一盘第二盘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 股价都还在325 然后呢 之后是一盘两盘三盘四盘 就打到跌停板 从325打到289 这个成交量其实只有大概220张左右 因为就是说电子股那时候刚好就有点卖家 他就分盘交易 所以当买盘一时缩手 卖押又急着要出的时候 我记得之前有一天也是一样尾盘 从290几被干到270几 好像MAC还生效的那一天吧 技术调整那一天 也是一盘就被干了二十几块钱下去 所以这也是嘛 就是说这四盘时间200多张就从325跌到289块 我真的认为何苦来斋 慢慢卖就好 因为分盘教育你真的就是不能急 你看到好的时候你三张两张的慢慢卖 你也不要说看到跌的时候再去急着要卖 最后你会发现砍到的都是自己 然后四盘200多张打到从红盘打到跌顶板 那之后呢 这边一路成交多少 大概我心算一下 大概170 200 290 大概这边大概成交330张 所以从325 220张打到跌顶板 然后再从跌顶板被吃了330张 一路吃到310块钱 又被人家低档吃货吃得很开心 就你们不要的人家又通收了 所以低档买的又全部又大赚 那还是台股最强势的股票 因为从162涨上来是涨了一倍 昨天公布余位份营收7930万 我知道网络上很多人都期待说 营收能不能破译 当然我内心也有所期待 但是我始终不愿意在节目上给大家 一个数字上的预估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全新金的这种认列 公司要认多少 公司可以去决定的 他并不是说我这个月的出货 比如说出100 出150 出200 那个营收大致就是如此 全新金的认列其实公司 他是可以决定认得快认得慢 大概认在什么时间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营收很难给大家一个预估的数字 但是它持续维持成长 4800 5800 5900 6600 6600 7300 然后到5月份的7930万 月增8.5% 仍然维持一个向上的态势不便 以前的损益平衡点大概是2500万 以这几个月来观察 可能人事的管销的费用有增加 所以损益平衡点好像要上升到大概三四千万 但是获利还是成长 而且当5月份没有明显看到 认列比如说第二阶段的权利金 那你早认晚认我就说都是要认 你4月5月都没有认 那后面可能比如说6月份 在半年报之前 他maybe不得不被迫再多认一些 所以6月份营收会更令人期待 所以我认为7930万 这个营收数是我非常满意 还是非常漂亮 每个月都在成长 成长态是非常的明确 那一旦进入7月份 如果可以顺利tap out 这就是股价再创新高的关键 我说是再创新高 现在股价是310 新高是615 严格说起来在这边还有一倍 那其实也不过分 因为它是从615跌下来的 但跌下来4月5月 因为营收都比3月份来得更高 持续成长 所以你股价回到这个位置 其实非常合理 因为现在的营收 比当初营收来得更强 而且如果7月份 如果所预估的真的 台积电那边可以顺利tap out 它就打破所有的市场 当初的空头的谣言 台积电退订 台积电 我拒绝他的下头片下单 不接他的案子 推他的定金 不给他投光照 全部都是假 只要tap out 就代表他跟台电的合作关系 完全没有变 这就是一个最关键指标 而且tap out之后 法人就会算 你给他加个1季多的时间 大概就准备要投光照 准备要量产 大概第4季可以小量产出 那明年就是正式大量的量产的Story 就要来 那时候的EPS 因为他的毛利率 纯IP是80几% 现在毛利率88% 这是纯IP 但是当真的量产之后 因为他的IP是自己的 当然有部分的东西 他还是要外购 但整个X86IP是自己的 所以他的量产 ASIC的毛利率 我们推估也有超过5成 比当初的四星毛利率 是36% 高了相当多 那四星的出货 又被美国卡 因为他不能出给飞腾 未来会不会有别人来下单 不知道 目前还不知道 但可 确认的是金医科的市占率 因此扩大 他有自主的IP 他有更高的毛利率 市占率更扩大 所以只要明年一量产 你说赚5个股本 我认为是可预见 可预见的 所以当7月份 可以顺利tap out 的话 就代表所有的story 都是真的 而且正在加速的 往帮客户量产的进度 加速迈进 那时候就不再是本盟笔 就是准备进入本益笔的阶段 所以那就会是股价再创新高的关键 而且我预期第二季结束 净值就会超过10块 第三季 权力金的任劣的金额 搞不好 会等于上半年的总和 后面的数字会非常精彩 所以经济科我的策略不变 我就告诉我的加入成员 5月当初从600多跌到500 400 我承认我低估了政治的口水 政治面的干扰对股价的杀伤力 我真的低估了 就像现在的高端也一模一样 如果我知道政治面对股价影响有这么大 我们四五百就会出了 我不会再选择再去买 但当他杀破300的时候 我知道那个已经没有再坎的意义了 现股你也没有断头的问题 就把它撑住 所以就说五六七月你忍住盖牌 七月回来八月份 我相信股价就创高了 我的看法仍然不变 那另外新布局的股票也没有闲着吧 历台昨天亮灯涨停63.4 而且股价昨天就突破十月高点 今天再拉第二根涨停板69.7元 那这股价就真厉害了 这是创了挂牌以来的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这么强势 其实可预期嘛 我就说它的四月份的营收强到爆 从6.88亿跳到10亿 光是用膝盖响也知道它EPS新大好 所以昨天公布四月份的获利单月赚一块钱 所以股价因此的跳空再开涨停板 但短线利多出来 而且我们是51块买的 五天到69.7元大赚了18.7元 赚了36.6% 这是由我说的 如果从现在到6月份到7月份到8月份 三个月时间 如果说我们可以抓个三四涨赚三成的股票 你的资本额可以翻一倍 那事实上利台五天就赚36.6% 超过三成 所以早上开涨停 打开涨停板附近 持股就出清了 全部出清 反正五天都赚36.6% 后面继续飙 我就祝福你 但我后面资金 我有下一档的安排 我还有下一档的安排 因为我再来不是要一档赚一倍 我是要赚好几档三成的标的 6月份7月份一路赚上去 所以不必去追那种传染股正在天上飞的 那个我祝福他 但是打底刚刚要上来的 很多股票都有赚三成的电子股 比上次选拟功率 就像立台一样 五天时间五十一块买 一二三四五 最后喷出两根掌停板 36%赚起来 获利出清 大赚超过三成 资金收回来 我们准备下一档的负许 一档一档 一档一档来 那挖矿股立台是第一档的 旱旭目前反弹幅度还落后 今天是分盘交易的最后一天 建筑股跌 他最后收平板 明天关出来 很有机会开始补涨 因为单月份估计有两块 显卡一片难求 虽然说他单月两块跟立台单月一块 看起来立台股价还相对低 可是相有缺料的问题 所以跟AMD的合作关系 跟NVIDIA合作关系 那AMD的优先供货第一名 是焊讯 因为他长期跟他合作关系是最好 所以到大概五六月 我相信营收都不错 但是下半年一定会缺 缺晶变 那在缺晶变的过程 焊讯它会有优势 因为目前显卡一片难求 上游的晶片一片难求 所以五六月它的货率上看 两块半到三块钱 加密货币近期在打底 如果反弹的话 股价我认为就是V15反转 所以这边已经谈上了一段 谈到之前的230-240 我认为不是问题 实际上就是 显卡就是一片难求 它跟AMD的关系又特别好 所以供货的优先顺序 焊讯在立台的前面 可是后面我相信关出来之后 股价就会展现出来 就会把它优势展现出来 因为我坚持买的都是金银股 看到这些股票数字都是最棒的股票 然后六月份的设计标股的第一档三叉叉叉叉叉 就是通家 礼拜一买盘下当年收涨叉 当年一买就赚涨叉 然后礼拜一 这个是怎么两个都礼拜一 这个是礼拜二 礼拜二找盘再买 今天礼拜三早上来一个星高気零点二 然后跟着店骨坐拉回 那创高拉回换手 樊忠在家吗 我最喜欢趁着拉回买 那如果說半年前我說最缺的 你如果有印象的話叫做驅動IC 半年之後現在最缺的叫做快充IC 所以市場喊要漲一倍 當然我認為不會真的漲到一倍 但可以喊漲一倍的過程 代表他真的缺非常嚴重 所以他很有可能重演驅動IC缺貨的大行情 所以一季之前最強勢的叫驅動IC股 因為他缺的最兇 同樣的Story我告訴你說 現在缺的確充不再去驅動IC 現在叫做快充IC 所以先賺兩根漲停板拉回再加碼 我相信後面有相當厲害的表現 所以六月份電子股將會帶來一波 強力的大反攻的行情 有數字股票會帶著電子股強力往上攻 所以我們開始全面布局 數字最強的金銘股 所以全新的16月份的128的標股主打班 第一炮立台強勢噴出今天獲利出金賺了36% 第二炮3588的通加兩根漲停板 今天拉回再做加碼 現在進入第三炮 你可以說它是立台第二或者通加第二都OK 反正那不是重點 名字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我全新的第三炮的金平股 從這個月起業績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 股價都是五六成以上的空間 但是我們就跟立台一樣 我們一波一波賺個三成起來 五天一個禮拜立台賺三成起來 如果說未來不要說每次都五天 兩三週賺一次三成的話 這三個月可以賺不止一倍 所以全新168標股主打班 第一炮立台第二炮通加 第三炮全新金平股 全力開始布局 歡迎大家把握機會 一起來加入標股主打班 等會來再來其他股票 好 歡迎來到現場 那每次前面講很多 下半段時間就算很少 所以我就要簡短的 大家再交代一下 我們持續看好的標的 比如說九祺在禮拜一 是拉出了第四根的掌平板 來到114.5 禮拜一掌上中高到122 其實離前面的高點134塊半 其實已經非常接近了 非常接近 我相信未來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絕對有機會去挑戰這邊 今天高點118 稍微壓火 那義法半導體6月要漲15% 所以九祺大概報價也準備要跟著漲 三月份已經賺了一塊錢 四月份大家都會跳到一塊三吧 第二劑毛率上下45% 獲利上下四塊錢 單季四塊的股票以過去來說 愛因斯基股都是兩三百塊錢 之前還跌到80 現在還不到120 這種股價都太過低估 太過低估 那都已經在我們百元了 短線創高拉回亮縮 換手一下 蹦蹦再上去 就準備要挑戰高點 所以MCU 我認為目前首選就是九祺 所以我們把MCU的資金都集中到九祺 記憶體類也非常強勢 金曜科禮拜五138 禮拜一138.5元 禮拜一大漲到145 今天稍微壓回整理一下 利率激增10% 盈率激增8% 第二劑漲價第三劑再漲 第四劑四月份估計 四月份賺1.39 這邊我還沒改 第二劑估計要賺4塊半會激增一倍 而且第三劑報價再漲會賺更多 股價也是會回到高點 其實電子股在這個位置相對低 獲利一路往上漲 真的飆上去不用太多的時間 那六月份最新的128標股主打班 第一炮立台強勢噴出五天大賺36%獲利出清 第二炮3588的通家 賺了兩根漲 你把今天拉回 趁著拉回再做加碼 後面我認為將會重演驅動IC的盛況 目前開始布局第三炮 第三炮 那業績也一路向上 都是最強勢的金平股 那因為還在買 正要買 所以所有的東西我都先不公開 等到買差不多再來說吧 所以如果說你想搶得先機 把握6月份128標股主打班 加入我們的行列 帶你買進最新金平股主打 上次順利 明天再見